這個案子是這樣啦 這也是我們目前台灣的一個問題 其實中央跟地方不應當是因為黨派不同 就去卡人家 大巨蛋是一個例子 北流是另外一個例子 公文有需要走一年多嗎 行不行 我當時的態度是這樣 因為錢不夠 反正隔了十年 物價上漲 公司上漲 所以錢不夠 那台北市政府還是咬緊牙關先墊 那我們再跟中央商量說 那個差額是中央願不願意補助 願意就補助 或是你願意補助多少 不願意我們就台北市政府還是處理掉 我不會說讓公文再跑一跑去 到現在如果是採取那種態度 就說我不要負責 到現在北流還沒蓋好 所以結論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台灣不同黨派 互相卡的一個很爛的理石 大巨蛋也是 北流也是 所以結論是 拜託蔣灣加油 把它處理掉 劉正一款的部分 昨天有說 已經有積極做處理 那今天早上其實柯田市長 他在受訪之後他有提到說 希望你可以趕快加油把這個自己處理好 會不會覺得他把他自己任內的東西甩破到你身上 其實我昨天已經說過 柯田市府他們當時跟廠商的工程正一款 那當時他們並沒有支付 所以我們接手之後也馬上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第一我們馬上避免一直在滾動每個月80萬利息 所以我們趕快跟廠商溝通協調 所以廠商也同意我們不再支付利息 那第二我們馬上趕快用澱付款的方式去年就已經即刻的支付 所以就沒有問題也跟議會取得了同意 那第三同時我們也向文化部趕快來爭取 將北流的場館無償的撥給台北市政府 我們也溝通了很多次文化部也都原則上同意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持續扮演好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面對問題也即刻把它解決了 字幕提供